在淡水深耕多年的淡水一信呢 今天在北海岸六乡镇淡水八里三支十门金山万里 举办弱势关怀的活动 发放春节红包给低收入的家庭 此外呢 理事主席麦胜刚更是亲自来到了 俗称水上人家的淡水鼻头街 来关心独居的长辈 亲手将红包送到落势民众的手中 深耕在地多年的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今天上午在总社以及其他分社 包括了八里淡水三支十门金山万里 六个行政区 同时举办关怀弱势活动 在总社由理事主席麦胜刚亲自带队 发送红包总共有两百多万元 要给一千三百八十七户的低收入户家庭 希望在岁末寒冬之际 给弱势家庭一个实质的帮助 而且每户都可以领到一千五百元的红包 以前多年来的社会散尽社会责任的其中的一环 所以我们今年针对北海岸六个行政区 总共有这一千四百户左右的低收入户 我们发放救助金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也是我们人积几金 能力几利 发挥一点微薄的力量 我们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平时本业就办得非常棒 也获得我们金融组组管机关的一些奖项 那除了这之外 其实在地方的公益活动上也做很多 那即将过年了 我们一信每年都会针对我们淡水的自强户 来提供礼金来关怀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过年的氛围 那我们淡水这边非常感谢一信一直以来的这些贡献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制胜一个感谢状 淡水区掌握中人更特别感谢淡水一信每年的散举 并且颁发感谢状 除了在总社及各区分社发送慰问金之外 理事主席麦胜刚更需在寒冷的天气当中 亲自到淡水鼻头街 在行动不方便的弱势居民当中 来关怀独居长者走进河边的地矮房舍 看到麦胜鞋落放独居的老太太 脸上露出了笑容 连声感谢 希望这些低收入户他们能过一个好年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新年的活动 当然我们也希望唤起社会各界 对社会基层弱势的团体的一个关怀 但是我们也尽我们能力来做好这个善进的责任 理事主席麦胜刚表示 多年来秉曲者取之于地方 用之于地方的企业理念 致力于地方回馈 弱势关怀 而这次所发放的红包每一户 可以领到1500元 总共发出200多万元 希望可以借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唤起社会更多爱心 给需要帮助的民众 记者许多应该学生帮不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